現在其實所有的 不管生活還是工作 所有的東西的狀態 一個字就是累 當然裡面原因特別複雜 好在我覺得我還能扛得住 我上大學之前 我沒看過演出 這跟經濟沒有關係 你沒有這個機會去看到 這個地方沒有 各位啊 就是這些地方為什麼沒有演出 是有原因的 因為中國這麼大 如果按照他們那些 所謂這個演藝界的這些人的眼光 早就過來來礦錢了 這時候難度太大 他們迴避風險都走了 就不來了 所以我們國家主要人口 還在這些地方 剛開始的時候遇到問題 還有點緊張 其實到現在我已經完全無所謂了 因為 就有話說 大不了取消吧 怎麼辦 但是 單凡我們能夠去做的 我們都會盡力地去做 讓這個演出去完成它 不管質量高低 去完成它 妥協 老民聲音小一點 或怎麼樣 我們都可以去妥協 這要讓我去演出 所以 有了這個想法之後 包括前面這麼多事情 墊裂之後 這個 媽媽 他們拋棄了我 像你經歷的那樣 拋棄了我 媽媽 我是多麼愛你 我是多麼愛你 當你歌唱的時候 我愛你 只是 那些猛烈的情緒 在睡不著的時候 折磨著我 在睡不著的時候 我那 逐漸下墜的過去 在沒有心情的夜裡 在沒有心情的夜裡 連著你 媽媽 我會在夏天開放嗎 像你曾經的容顏那樣 媽媽 這種失落會持久嗎 這種失落會持久嗎 這個世界 會好嗎 忘記 一些隱密的委屈 在回頭觀望的時候 丟失了自己 我哪 不受把握的身體 從某一天開始 就在尋找你 媽媽我愛你 車輛轉彎 請扶好站好 車輛轉彎 請扶好站好 車輛轉彎 請扶好站好 精闢 天地商業廣場 到了 請乘客們帶好物品 從後門下車 埃靠 嘩 suffer 嘩 lowest 最好 雪乎 土産 威風 大雪 请衣服是吗? 关注黄在不在? 八楼的银奶跟蓝银做好的 关注黄在不在? 嗯 董事 怎么这么一大岛? 啊 太好了 太好了 刚起来 我知道你刚起来 我要去这个盐子 好 对啊 我们平时这会议那种单纯的 不像这种营商会议还是第一次搞 所以我们也怕这一块到时候安全 这一块 因为万一人挤人这块 到时候出现一些门的安全事故 床子小啊 口用量是什么 因为不轻易技术的 因为这个要把它做好 不像这种铁银面 你管这么拧糊 哈哈哈 那种铁银面 你站 quarters 我看出什么铁银来 不是 因为我觉得 我用这儿 我觉得很减 他很多人他有天才他为什么不干这个 里面还有一个原因 也就是经济的问题 我之前有一任键盘手 然后他后来去开飞机 在他走之前 我们俩聊了一次 其中有一段我印象特别深 他问我说当时好像五六年前 他说你告诉我吧 现在国内最好的月手 明年能赚多少钱 我想一下 我说你原谅他们年一百万 他说我去做个副机长 很轻松可以赚多少钱 所以他就不留在这里了 为什么大家都去搞什么金融的 有钱呀 这个没钱 在这个行业里面像我这样的算是赚钱比较多的 大部分其实还是没钱的 没钱你就留不住人 一样请一个好的经纪人 比如说我 有智商有情商能力很强 我说他干嘛在这里面干呀 干事干活干了几个钱 没有人静了 没有人静了 所以没有人静了 所以没有人静了 演出也搞不好 也没有好的歌 也没有好的原本 就是同一人缘观众 就是这么恶性循环 好了做好了 开始了 发发 小元这个出生不来 太坏了 带几百就一个 我来我来我来 没钱了 没有二了 二八 二八双倍啊 远的 远的 过来过来 那天我们导演说 我第一次听李治的时候 那是跟我妈一块 在火车上的 那是第一次听李治的歌 然后我当时根本也不知道 李治是谁 但是就听了他的一首歌 我觉得哇 三年以后 我突然在拍他 那一天我在舞台上面 就突然想到三年前 我在火车上的那一瞬间 我觉得特别神奇 就是你不知道你 下面会遇到什么事 会发生什么事 就是他是一个非常奇妙性的一个 一个一个相遇就觉得他是 那你有想过12年以后 会什么样子 我12年前根本就不可能想到12年的现在 我觉得 我觉得 这其实挺有乐趣的 好多年前我一个大学同学跟我说 生活太没劲了 他一眼就可以看到10年以后自己什么样 他甚至可以看到这10年当中他每天在做什么 他觉得特别无聊 其实大部分人是这样子的 大部分人都生活的很有规律一成不变 挺无聊的 但是有的时候为了让生活有变化 要去刻意的制造一些动革 也挺没劲 所以一人一个命 和您在一起 哦对和您在一起 那是个 那是个 一个下午 应该是在北京东路 对是在南京的一个出租 他说哎呀这个用这种东西也可以帮你做一张专辑什么的 我说你不要帮我做一张专辑了 你你你帮我就是帮我写首歌 他说那你拿去看 这这张专辑的歌 哪首歌你喜欢 当时我就选择了那首和你在一起 但是后来不知道怎么的 等到这张专辑出来的时候 我发现他是给我的这首歌 事实上我很不喜欢这首歌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没去过 没去过他说的那个地方 那个时候对这个 就是还是对这个社会 就是对这个生活充满了这个梦想 充满了理想 或者说对一些追求的什么的 一些东西 但是很快到了 到我这个年龄的时候 到我后来的一段的时候 我基本上就放弃了这些东西 都是按照生活必须的 然后按部就班的去上班 或者去干嘛的 而理智可能一直还在坚持他的东西 其实实际上就是他坚持到 他已经坚持不下去的时候 实际上还在坚持 这个就是他最最最最牛的地方 我很配合的地方 334这个计划 在我们目前看来 可能看不出他的深远意义 因为他是一个跨时间 应该是10年的一个一个事 这个10年搞完之后 再过个10年 后再过个20年 你有可能才会看到他的意义在 价值在哪 10年时间 是 在能的一生中 是很重要的一个跨度 就是占了很大一个时间的了 尤其是对理智这种 对吧 今年跟我一样 都快40的人了 能否坚持下去 如果是我 我觉得很难 我坚持不下去 这个城市已经死了 这个夏天也死了 我们只在街上 遇到的是一群死人 和另一群死人 而他们看起来就像活着一样 就像活着一样 家乡的小麦熟了 家乡的人老了 他们看着我 有时候就像没有看着一样 把年轻人都去了城市 年轻人都去了工厂 有时候我觉得我死了 有时候觉得我老了 有时候看着皮然的身体 修合把我们的过去想起 有时候觉得我疯了 有时候觉得我还活着 把所有来来往的一切 就像一条孤独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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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想在死之前回到家乡 我想在老之前和他们在一起 我最内饥荡成中爱愿的一生 必须埋在家乡 大雨就要来了 夹着你柔软的身体 和动人的故事 而这一切却再有方向我打动 一片四季的天空 四季的天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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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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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